奔驰E300肯定是不如奥迪A6R55的 这是一定的 因为奥迪A6R55版本它是搭载的3.0T6缸级 和保时捷卡验 奥迪的Q7A8大众涂瑞是一款发动机 代号EA839 奥迪A655也是在奔驰宝马奥迪56E里面 唯一能给你6缸级版本的车型 虽然贵点达到50个 但是奔驰E300也要50个了 而且奔驰E300还是个试缸级 并且新款的奔驰E300还只是两驱后驱车型 你想要四驱买1260 说实话真不如奥迪A655版本了 其实这个价位再买奔驰一级呢 也就是为了奔驰那个车标 并且也有人说 奥迪A655版本只是多了两个7缸而已 还是没有奔驰E300 行驶质感好 有排面 你可能没有体验过 55版本的奥迪A655版本的奥迪A6 行驶质感也是非常优秀的 在隔音静音胎道风照上面要比 奥迪A640和45版本好很多 知道吗 而且 他的行驶质感绝对不差于 奔驰E300 反而动力上啊 各方面底盘啊 我认为要比奔驰E300要好很多的 那么有人说那为何不用 财富8AT变重箱呢 和脱身式机械插出器呢 我跟你说 他绝对是不可能的 如果跟你用上了财富8AT变重箱 用上了脱身式机械插出器 那不就脱脱的是奥迪A8了吗 是不是 那你就如果那样的话 奥迪A8谁还买了 没人买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50个 要看车标选奔驰E级 要动力 我告诉你说你就选55版本的奥迪 那是郑大哥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